国际市长钢琴家许泽成 在东岸广场演出 接用市长谢国良春节期间 也带着女儿小爱到现场聆听 而这台钢琴 原本是流行民众捐出来 免费供大家演奏 但现在却传出 二八之后将没有地方可以摆放 去年8月6号 到这个月大部分半年的时间 它让我们在这边 置放这个公共钢琴 但是他们的商业活动的考量 可能要办活动 这部分的确是 这个场地的部分 就可能需要先做一点他们的规划 所以我们的琴就必须 先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原来刘丰盛是一位公务人员 他不会弹钢琴 却喜爱钢琴演奏 他看到国外很多民众 在公共场所即兴演出 去年8月找到一台中古钢琴 放在东岸商场大厅 已经会有让民众免费弹奏 不过当初的业者弹妥 钢琴只摆到二八 最近刘先生到处奔波 希望能够再找到适合地点 延续音乐文化 当然这个的确是受到很多人回想 那也不会觉得很遗憾 因为毕竟商业模式 有商业模式的一个考量 我们也要尊重它 虽然是这个个人一个 抛砖引力的想法 从不能带给大家或者是公部门 公共的产业 还是原则上由公部门来决定 或者是这些资源的分配运动比较好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天马行方的想法 某些地点不一定得失 目前提出摆放在城际转运站 或者是国立海科馆 不过都将实地的勘察之后 再做最后决定 我们接到在把钢琴好善意寄放在东岸商场的刘先生的回应之后 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刘先生的钢琴找一个好的地方安置 但目前来讲这个玻璃屋市府他们目前已经准备出租给餐饮业使用 但是我们所看到 城际转运站的二楼 那边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当初在城市博览会 还是其他大型活动的时候 上面都有一定的展演空间 所以未来如果在后车的动线 没有干扰的状况之下 那我认为把钢琴把刘先生的善意 放在我们二楼的转运站 最初的想法刘先生也是 希望金融能够打造一个有型的城市 那就是说以钢琴来会友 就是说这个平台供给大家 任何人只要会弹线都可以去使用 然后不收任何费用 然后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参与 我呼吁所有的就是市民爱情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刘先生 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然后又符合法令规定的 在市中心 然后大家又很方便的地方 我们大家以情来会友 不让钢琴四处流浪 捐赠者刘先生希望能够尽快找到 合适的场地 让金融处处有音乐的气息 能够延续下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